行啊他呀 整得不错呀 是吧 啊 这顶还有个亮球呢 看 这门柱的 我老大还都能研究 这个地方是水泥又厚挡的呗 对 嗯 我说嘛 这好像以前没有 到时候再把这中间一拦哈 对对对 像样哈 这小菜园 然后给他拦到这 这是他家的 就到这个位置了 用的这种 反正这好像是他也是别人给的 挺好 这两天都是你干的呗 我吧 你俩干的 后面那也没干上了 后面那还没走完呢 还没走完呢 你看那边走的还行 咋还差一点啊 差一点 这边用这种铁石围的 看到了 也行 挺好 小院整的都板着 哎呀哎呀真好玩哈 人家这么帅呢 哈哈 最开心啊 哎呀有个福气的大儿了多好啊 你也可以别着急 哈哈哈 等了几年 你也有了 哈哈哈 慢慢来 我不着急 啊 上车 小大爷 死 dig 死 dig 死 dig 你转后面一点 上车啊 快上车 今天王家就走了 然后现在开车准备送他去车站 出发 这倒是可以的 你的好生活要开始了 哎呀算上了 彻底 彻底算上了 别着急 哎呀你也快 我还在好几年呢 我着啥急 几点的车啊 睡一点吧 十一点半 对 那到那差不多两个小时呗 一个半小时 一个小时四十分钟 大家好 离没多远 那就是大概一点到那呗 一点二十吧 一点二十 一点二十有点 那边都安排好了呗 这回去得安排下 也是那点先整房子啥的 对 够你忙一字的用 差点忙几天 叫兔油瓶 就你呗 吞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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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钱的时候到了 开始吃钱了你哦 那 是不是 哎 大家好 哎呀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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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好好坐着吧 没事 小样你天啊老有个意思的 嗯 太好了 这已经到地方了 还行正好 还有十六分钟正好发车了 别忘了东西啊 忘不了 那些要是拉皮的话就直接扔掉它 别辣东西啊 这个怎么呢 这个怎么呢 拿我家还是拿不南江啊 你看吧 拿我家去吧 那我跟你说一下 行 有机会我去摩南江 可以看那里吧 三十五 拜拜 有机会我早点玩着啊 注意点啊 看谁啥的下一个 行 放心吧 一定得去啊 必须得 拜拜 拜拜 这已经送完旺家了 然后现在到我鱼哥这个厂子了 昨天我把木耳就拉到这个地方了 他们现在在这挑 还有塞呢 是把我的木耳 都给放在地下了 现在在这不额呢 知道吗 这一步就是把木耳里面的杂质 都给它塞出来 对 包括一些石头的啥的 好贵啊啥的 这塞完了之后 给它拿到这边的岸子上 再进行挑选 把这里面不好的木耳给它都挑出来 看到这个了吧 这里面都是一些不好的 然后都给它挑出来了 嗯 这个属于是带泥沙的 然后还有一些 这种 根不太好的 看到了吗 还有一些烂的 像这种 这种都不是好的 都给它挑出来 嗯 这一 挑了五袋 跳出来这些 要二斤 再接下来就是灌袋的 再接下来就是灌袋的 把这里的木耳都给它装到袋里 接下来就是过秤 定秤 再就是封口 就跟我家里那个封口 其实是一样的 反正是步骤就是大概这个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比较关键的 就是会抽检 这一批次的木耳 给它拿出来几袋 送到那个外检中心去检验 看里面是不是一些 农药残留操标啊 或者是一些不好的地方 都给它化验检验合格 这就是整个这个加工流程了 好 我是大雷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有个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下关注 谢谢